兩個都用劍 靠北招頭放啊 白癡 白癡 主播我要先去吃飯了 晚點回來 八千八百八十六落 這把好好點頭 但我沒錯 感覺不痛 哇操 五殺 啊來試一下捍衛者 這什麼聲音 我打不到了 不好意思 影片先暫停一下 我打算利用短短一到兩分鐘 來分享一下 我這三天蓋牙的實戰心得 首先鬼妹 我覺得很像陰落詛咒 只是目前的槍聲有點怪怪的 左聲道會比較大聲 導致你打的時候 會不知道有沒有命中 聲音不明確 以目前來說 蓋牙鬼妹 乖哥不推 除非修復馬 那就到時候再說 再來 警掌 類似於流金帝王 是這次大家投票最推的造型 第一 警掌有特效的造型不多 第二 手感方面確實不錯 聲音響亮 有一種你在拿大G的感覺 蓋牙警掌 乖哥推 接著 捍衛者 也是相似於 隕落詛咒 我算是蠻巢王 捍衛者這把槍 而造型也都是用隕落 我覺得手感不賴 這次推出蓋牙 我覺得很相似 雖然槍聲有些人會覺得很吵 蓋牙捍衛者 乖哥推 接著 暴徒 是起源加光哨的結合 不過起源佔了七成 光哨三成 整體手感偏重 我自己不太喜歡 唯一加分的就只有外觀部分 蓋牙暴徒 乖哥不推 最後 斧頭 一般特效沒有特別突出 唯一就只有砍的時候 有明顯的炫光 按Y進賞槍也只是基本看槍 所以蓋牙斧頭 乖哥不推 因為我覺得近戰武器 最重要的還是看Y進賞槍嘛 至少甩一下 或者丟丟接起來吧 以上 蓋牙心得 我差不多用了三天左右 警長 捍衛者 還是我最喜歡的 那捍衛者本身就比較冷門 所以如果沒在拿的 就只要考慮警長就好 當然 這些都是乖哥心得 每個人感覺都不太一樣嘛 也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區 理性討論 那分享片段就到這 影片繼續 我這邊直接走過去 我直接這樣 我直接這樣 走過去 我靠北 我神病好怕喔 好恐怖喔 啊 啊 哦 哦 我懂了 我懂了 我這樣放嘛 然後我等一下就這樣走過去 OK 我這次一定走 我這次一定走 我先放一個傳送好了 以免 以免 不好 來囉 來囉 你真的 很追到 哪都沒人 蛤 怎麼又沒人啊 靠北招怎麼放啊 白癡 白癡 欸 欸我怎麼沒買槍 哦 他們沒發給我 白癡喔 我分身子別來了 我想說 總會有一個人 跟我一起面壁 欸 我先把龍 先把龍 先把龍 拉死了 來 我是不是有騙到 我是不是有騙到 沒有 有 我剛後面這個有 他沒看我耶 他沒知道我在後面 我先把龍 躲到 剝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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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你是騙嗎? 這個也算騙吧 也算騙一點 脫脫脫 都知道你要幹嘛 是B 好CAP 他想出來了 還有一隻 我剛剛聽到的 這是你媽很漂亮 你那個白 還有一隻裡面 你那個閃 超閃爛 沒安捏 沒安捏 你繼續這樣 你繼續這樣 態度這麼差很難洗 你繼續這樣閃我 他還不知道要被你閃幾次 閃幾百遍 啊我就 一直閃 省省省眉 我講一下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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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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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